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机会 他们又来了 这个抢断很漂亮 也很及时 他背后就是球门了 但是没有让对手过去 现在是李杰克尔德拿球 可以打门了 球交给了李杰克尔德 门将直接上了 直接把球给没收了 对对对 进攻队员这球没有处理好 应该及时打门 或者分给队友都可以啊 就是进球这种东西 当然是来得越早越好啊 当然啊 也希望这场比赛能来得越多越好 没错 曼城现在领先对方 球迷在看台上太激动了 纳比开他 安德鲁罗伯逊 迪莫维尔纳 有机会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很有威胁 有了 这类进球把曼城的领先优势扩大为两立进球 曼城现在的气势越来越不可阻挡了 印西捏 罗伦佐 印西捏 转球被拦住了 他能把握住机会吗 漂亮的解围 警报解除了 球丢了 没控制好 凡迪克的传球 交给了上来接应的队友 队友来支援进攻了 距离很近了 双方悬殊的实力从比分上就能看得出来 这次拦截宣告这次进攻也就到此为止了 从我们现在坐在演播室的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比赛当地的电视台主席台上 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摄影棚 似乎是围绕这场比赛 专门搞了一场直播节目 这个节目的效果还真不错 我在网络直播平台上 也可以看到这档直播节目 机会来了 维尔纳 库里巴黎反应很快 及时地把球解围了 失误了这次 可以起脚了 看看接下来要如何处理 法比安路易斯 巴卡约克 做得不错 球又倒回去 机会啊 尼古拉斯佩佩 就偏了一点啊 库里巴黎 这应该是曼城的界外球 球交给了李杰克尔德 好机会 这球没有打好 错失了一次很好的单刀机会 机会是不错 可惜没能把握住 库里巴黎 非常棒的拦截 他夺走了球拳 动作倒是很漂亮 不过还是差了一点点啊 球拳一主了 球拳一主了 三本城比赛到此为止了 曼城在比分上领先对手 三本城比赛开始了 比分还是一边倒 裁判看到了这个犯规 但是没有终止比赛 裁判没有照响 比赛还在继续 蒂摩埃巴卡约克 漂亮的铲球 罗布逊 佛罗伦奇 就交给了李杰克尔德 就这样把球拳交给了对方 纳比开塔 罗布逊 就交给了李杰克尔德 机会来了 成功破坏了对方的射门 好球 球进了 球进了 帽子戏法 双方分差已经拉得很开了 帽子戏的手是失忆 我看到了 但是比赛继续 维吉尔 范迪克 现在是李杰克尔德拿球 防守有漏洞 突破 太漂亮了 还有机会 分差太大了 接外球 接外球 现在是雷杰卡尔特那球 抓住空档 挣脱防守 漂亮 这还是很危险啊 很近来可以打门了 没办法 裁判失忆这球越位了 本来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代球突破成功 看看能否制造威胁 推射 进了 漂亮 雷杰卡尔德 进球机会来了 这个抢断非常关键 这样对手这次进攻 只能无攻而返了 余悦冲点 球进了 比赛快结束了 比分一边倒 没有悬念了 球现在由曼城队控制 这突破过去就是个机会啊 还没有找到射门的机会 比赛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双方还要再站两分钟 球交给了李杰卡尔德 安德鲁罗伯逊 有机会可以试着突破 以为是个逼近球 但是裁判先吹了越位 全场比赛结束 主队今天捍卫了主场 拿下了胜利 倒是个逼近的 赛尔德鲁网